關心老人福利服務推動狀況 公司長陳其邁九號前往常青中心 視察長輩們日常生活的綜合服務 更體驗各項的設施 與長輩們互動 下棋同歡 來啦 我出頭要吃了 我們鑽子在看 都給我亂 我就要亂亂 還要輸 輸了阿公 感覺怎麼樣 感覺 你怎麼這麼殘忍 輸你問輸的人的感覺怎麼樣 你應該去問贏的人感覺怎麼樣 阿公阿咪可以了 OK啦 象棋輸了沒關係 市長陳其邁接著在KTV上討回來 與長輩們高歌 合唱經典台語歌曲 春夏秋冬和金曲同豆 現場宛如一場小情演唱會 鬥得長輩開懷大笑 現場氣氛歡樂 可是我有時候 寧願選擇留戀不放手 等到風景都彈透 也許你會陪我看溪水長流 今天市場有個三首歌 我在這裡面表演一下 讚啊 今天五百公司 如果輸那個人感覺歌聲不錯 那個四天的請點讚 都是目前共一百一十九個日照中心 完成一國中學區 以日照中心的建制目標 並且設置五百三十七處 C級巷弄長照站 以及五百四十五處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 希望能夠更貼近社區 讓長輩在這裡找到自己熟識的朋友 和熟悉的環境 在地養老獲得更好的照顧 尤其我們現在長輩的人口 也達到了十八點七 有將近在七月的時候 達到五十一萬的這個老年人口 所以這種人口結構老化 那當然也意味著說 在社區的這個照顧 也必須在同步的來做一些調整 那我們也希望說我們長輩 在這裡可以受到最好的照顧 長輩中心屬於B級相關的社區長照據點 除了日間照護 也提供許多社區課程 長輩可以在這裡了解疾病預防 以及促進健康等相關的知識 同時共識的社會住宅興建過程中 也將各項的公共服務納入考量 不只解決住的問題 也提供各項社福以及公共服務 落實以人為本的社宅 以及長照政策